我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的ROGG第一台電競桌機 GD3的EPI GD3Ci的整體發想概念 也是來自於科幻太空的宇宙人的概念 白色的面板部分 象徵的是宇宙人的白色盔甲 脫去盔甲之後的黑色內裏部分 則是宇宙人的黑色內襯 不管是從外觀的設計到內部的設計 我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還有很多的巧思在裡面 接下來就讓我為各位一一進行介紹 首先我們GD3Ci首創面板自由拆裝設計 它最高可以達到六種不同的拆裝組合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螢幕上現在是有五種組合 其實左側的這個部分 它可以把上方的面板再置於整個機箱的上方 機箱上我們有預留卡控 形成一個雙層的置物空間 這置物空間 玩家可以把手機或是小東西放進去 除了可以防塵之外 也可以防止一些進行碰撞 那是一個非常實用的設計 GD3Ci我們在正面面板的部分 預留了很大的白色空間 也因此我們在官網上有放上面板的2D圖面 讓大家進行下載 玩家可以透過下載這個2D圖面 可以製作成貼紙或是列印下來 做成自己的專屬彩繪GD3Ci 官網的部分 我們也有貼心提供了3D列印模型的圖檔 這個圖檔玩家也可以列印下來 充分享受收集Q版GD3Ci公仔的樂趣 剛講的外觀的部分 使用體驗我們也有替玩家考慮到 那我們知道很多玩家 他可能會有一些電競的周邊產品 像是耳機啊搖桿等等 他的收納的部分 常常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因此呢 我們就是貼心提供了一個耳機架的設計 它是可拆中式的耳機架 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決定是否要拆下來或是中向這個耳機架 那甚至呢 搖桿的部分 常常會有大家會有一些整線啊 收納的困擾 我們就可以透過面板前方的這個整線夾呢 把table整個繞在上面 那解決那個繞線的困擾 那讓整個桌面啊 整個系統保持的乾淨清潔 那接下來我要帶大家 往整個系統內部看 我們的系統左方呢 其實是一個全景的透明側板 那玩家可以透過這個透明側板呢 將整個系統一覽無遺 那minebo上我們有預留LED燈 輸出器之外呢 我們minebo上面也有5050燈條的插槽 以及機箱上面也有5050的卡鉤喔 玩家可以去市面上取得這個5050的燈條 來自行 自行加裝這個5050的燈條 那不管是紅色黃色藍色 或者是多色的5050燈條呢 來針對自己的喜好 來佈置出專屬於自己的GD30CI的吉祥 我們minebo上面的燈光呢 其實是可以透過我們的專屬的Aura Lighting的軟體來進行設定 透過這個Aura Lighting的軟體呢 玩家可以從高達800萬色的LED燈色之中 認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並且可以調整兩種不同的模式 可以調整成靜態或者是多色循環的 最高可以認選10種不同的顏色 那打造專屬於玩家的一個電競氛圍 機箱的背後我們也有搭配紅色的LED風扇 那不只兼顧了美觀呢也兼顧了效能 機箱的整個設計呢 其實是一個S型背板的設計 這個所謂的S型背板 就是包含了它這個Power Supply Cover的部分 整體與我們的機箱背後 形成一個S型的形狀 這個S型背板的設計呢 可以有效的將minebo Hardy以及Power Supply分隔成三個區域 將整體機箱系統呢 看起來更加的美觀 不會有一些多餘的繞線 多餘的Cable外露在外面 那正中間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有一個黑色的一個顯卡的支架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個支架呢 因為我們現代的顯卡 performance越來越好 但是顯卡的重量也越來越重 如果沒有這個支架的話 很容易會造成顯卡可能會 板彎或者是minebo可能會有 錫裂的問題 也因此呢 我們特別設計了這個顯卡支架 不管你是單層或是雙層的電競顯卡呢 都能夠有效的支撐喔 Minebo上面呢 顯卡插槽我們則是貼心預留了 兩組PCIe 116的插槽 以及四組PCIe 100萬的插槽 玩家想要升級USB顯卡 USB轉卡或是生效卡 我們都預留了很大的彈性空間 Minebo上面我們還有一個M.2的Hybrid Connector 它可以兼容PCIe以及SATA的SSD 那整個機箱呢 都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預留 高達6組的3.5吋HT儲存空間 以及兩組的2.5吋SSD空間 其中呢這個3.5吋HT儲存空間呢 可是無螺絲的快拆式設計 所以在整個儲存設備的擴充上呢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講完整個系統的設計啊 我要來帶大家看一下 玩家最care的散熱的部分 那首先呢 GD30CI呢 它有三大進空口以及三大出風口 那並且我們還預留了水冷排的空間 玩家可以在市面上取得12x24的水冷排 機箱的後風呢 我們也預留了一個水冷的出現孔 在升級上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 那前面我們有提到整個背板的設計 是一個S型的背板設計 它可以有效的將HDD Motherboard以及Power Supply分成三區 再加上我們這次Power Supply的下置前倒置的一個設計 讓整體的風流在系統內分成三個集中區 散熱的效果更好 那也因此呢 我們的噪音值可以說是非常的低的 那我們在Idle的情況下只有26dB怎麼dB 比圖書館的30dB還要再更安靜 那現在我們知道一般人啊 大家都很Care身體健康的問題 可是我們一般的市面上DIY的機箱啊 它其實並沒有為消費者考慮到所謂的電磁波超標問題 可能是因為美光的因素啊 或是價格的因素它沒有考慮到 那麼華碩全系列的商品呢 都有通過台灣的BSMI安全規範 並且我們以更嚴格的標準來要求制 我們必須比法規還要再低 更嚴格兩個dB我們才出貨給消費者 完完全全保障了我們ROG玩家的身體健康 那講完那麼多外觀啊 還有系統內部的設計 我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GD30C啊 ROG Strix第一台電競座機 就是它配備的超高規格 那首先呢我們搭配了最新的第七代 Intel i7處理器 那相當於前一代 我們進步了10%左右的效能 顯示卡的部分呢 我們則是搭配了GTX10系列顯示卡 最高呢我們可以搭配到 GTX1080Ti這張顯示卡 它還支援了3加1連頻 以及目前最夯的AUKUS以及BIKE VR Ready 儲存設備的部分呢 剛剛有講到Model上有預留 Model上我們有M.2的Hybrid Connector 那它最高呢可以上到512GB這個容量的PCIe 券單Biphone SSD 讀取速度可以高達每秒2GB 是一般SATA SSD速度的4倍 一般SATA HD速度的16倍 所以玩家不管在進行遊戲啊讀取啊開啟的時候呢 都可以有效的節省我們玩家的時間 IoPort的部分呢我們則是搭載了最新的USB3.1 Type-C的這個Port 那它還支援了3A5V的快充功能 可以有效的節省玩家的充電時間 最後我要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軟體的部分 軟體的部分特別搭載了華碩為電競玩家所特別設計的一個整合軟體叫EG3 透過這個EG3呢我們可以將整個系統狀況一覽無遺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EG3來設定燈光 設定釋放多餘的記憶體 並且設定風扇的系統 讓整個系統的散熱更加的完善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EG3來連接到其他的軟體 像Sonic Studio 2 它是一個音效傳話軟體 可以有效的降低雜訊 並且增強你的聲音的清晰度 給玩家一個最好的音效體驗 我們也同時考慮到一些玩家會有一些即時串流需求 因此我們也加入了GameCaster就是軟體 可以即時的截圖、錄影 甚至直接上網YouTube或Twitch等串流網站 以上介紹了這麼多 讓我再來為各位 summarize 一下 我們ROG Street第一台電競桌機 GD30的三大特色 首先它搭配最新最快最高的規格 像是Intel i7 i5 i7的處理器 NVIDIA GTX 10系列顯示卡 DDR4 200 memory 以及AMDA2 SSD 第二點它首創個性化面板 最多可以高達6種不同的拆裝組合 玩家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自己改裝這個面板 第三點呢 GD30CI它有跟Aura Lighting這個軟體做連結 那我們MASPOL上的燈光可以透過Aura Lighting進行設定 讓玩家自定於專屬於個人的燈效 才可以透過透過的升級 在市面上取得505年燈票 來打造自己專屬的GD30CI電競技巧 那以上是我對GD30CI的一些介紹 希望你們對GD30CI給予一個分身的了解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